香港各大商场陆续举行圣诞亮灯仪式 日前铜锣湾一个大型商场邀请台湾红星陈延熙 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羽毛圣诞树主持亮灯仪式 吸引大批粉丝为观 红星陈延熙主持亮灯仪式 他表示非常喜爱这个羽毛圣诞景致 因为我觉得羽毛给了一种很高贵的感觉 会让我想到天使 而且我看到都是白色的 然后一种很壮观 给人家一种很纯洁 然后很温暖的一种感觉 被问到如果现实生活中 遇到像戏中柯景臣的男孩 他会如何处理 他并希望能在游圣诞树的地方 和亲爱的家人一起度过一个白色圣诞 设计今次羽毛圣诞的台湾艺术家游文副 其羽毛装置艺术相遇国际 他希望在圣诞节期间将温暖带给市民 我想让这个圣诞节 在来这边下个木的地方 地方逛街的人 他感受到那个圣诞节的合体 反正那种气氛 他会让那个感觉 更多的美好的未来 新唐人记者 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华谷